谁都没有想到 一个普通的日子 日本战国时代的士兵 竟突然出现在现代日本高中 对着学生如突击载狗般 大杀特杀 学生无论男女都只会惊声尖叫 毫无抵抗之力 战国时代的东营岛人 身高普遍在1米2几 像那些他们历史上记载的战国名将的身高 知田信长1米66 德川家康1米56 丰臣秀吉1米40 池田辉正1米30 这妥妥的都是秀枕武士啊 他们曾开启戒种计划来大宋戒种 宋人身高都在1米7到1米8 为当时世界第一 国人的身高是在清朝之后才衰退的 但他们的女子可不是今天的老师们 而是扮相如鬼魅 且牙齿故意漆黑 真想知道那些被戒种的大宋男子的心理阴影面积 怎么下得了口的 所以宋人都称呼东营人为窝猴子 大多数武士的铠甲 都是用麻将块大小的竹子串成的 上面刷漆 真是花里胡哨的过分 战马尖高很少有超过1米2 武将身高不够 那就帽子来凑 光两个大帽翅 都有一米多高朝天立着 就连使用的十文字枪 最长有达到6米的 枪杆还是木质的 至于那些族青也就是小兵的兵器就更是五花八门了 因为他们大部分身份都是农夫 元朝曾两次渡海到东营 借引台风造成全军覆没 让东营人躲过两截 这两股风被东营人称为神风 这也是他们迷恋神风二次的原因 比如什么神风特攻队 很快震静下来的幸存的学生们 发现了手机没有信号 利用无人机发现周围环境也变了 不管他们相不相信 他们已经穿越到了战果时代 还恰好赶上了芝田信长 与金川议员统辖间大战时期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学校恰好建在了这个战场的附近 对于战果师的东营人来说 一场打斗超过百人 那就是大战级的 他们中的有些人被作为俘虏抓狗了 作为芝田信长敌对方的金川议员的家臣松平元康 对他们这些学生很赏识 答应帮助他们 但要求他们必须自己去营救他们的同伴 最终他们决定兵分两路 一对是学霸们留下了研究怎么穿越回去 一对是去救援被抓走了人质 此时被众人给予厚望的西叶仓 一个剑道和剑术天才 却露出了他心里的怯懦 他参加比赛明明能拿冠军 他却不屑 就是不发挥自己的实力 他一直觉得自己没有目标 干啥都提不起兴趣 他遇到的金川议员 麾下的松平元康 在发现他们是来自未来的人后 却拒绝了西叶仓 要告诉自己的命运结局 他相信命运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这让西叶仓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当然真实的历史还是直铁信长 赢了这场战争 西叶仓最终和同学们一起踏上了去拯救同学的路 毫无战斗经验的他们 出师不力 很快就被干掉了大多数同学 就连西叶仓最好的朋友 为了救他也死在了他的怀中 小瑶被抓走 西叶仓这时才真正感受到了触动 他拿起了考太留下的重木箭 他终于明白了活着的意义 那就是守护 守护自己身边的人 一个留守在学校中的同学死命赶来 剩下的人得知了留守学校的同学破解了穿越的秘密 和很快就要到来的雷电 以及学校中的一块拥有磁场的大石有关 穿越回现代是可行的 但是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要救同学就很有可能赶不回学校了 时间只剩六个多小时了 回学校就得需要四个小时 若两个小时内救不出困在顽根城的同学 他们就彻底回不到现代了 23人对守城军500人 这是一场身强体壮的现代人与士杀的古人的较量 剩下的同学决定搏一搏小车变摩托 他们带着同学们利用试验室自制的炸药 以及根据各自社团组成的橄榄球队 空手道队 拳击队 棒球队 击剑队 剑道队等 攻入了顽根城 但需要经过三道关卡才能到达关押人质的地方 每过一关 他们的人数都在不断的减员 就算最终攻入到了最后的关卡 他们依然被敌军重重包围 虽然此时松平原康率领着金川议员的队伍来帮忙 他们依然还是不能走出困境 因为他们遇到了大boss 一个先前就利用雷电磁场穿越到这里的学长 充当了植田信长的家臣祖田正刚 为了他的野心 还要利用植田信长等人 试图靠自己掌握的历史知识改变历史走向 谢苍和手持十文字枪的学长 进行了最后的决战 在这个过程中松平原康为了保护他 死在了邪恶学长自制的火枪之下 历史已经被改变了 他们都要回不到现在了 在这个时候 谢苍做了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让历史返回正轨 让他的同学们都能穿越回现代 霍旧的青梅竹马 小瑶 只能泪眼相送谢苍离开 回到现在的他 打开了战国时期的历史记录 上面的人物画像面目清晰可变 一身碎花长袍 衣服上的花纹图案 恰好是他给谢苍包扎受伤的手时 留下的手帕花纹一模一样 那样貌也和谢苍一样 只不过名字不叫松平原康 而是叫德川家康 这是谢苍面见直田信长 主动要求改的 因为已经战死的松平原康 原来也是这么做的 小瑶眼中喊泪 一切尽在不言中